从1月29日开始 美国国税局就已经开启了2023年度的报税窗口 我们在先前的节目为大家介绍过 本次税务申报比率的调整与变化 以及移民局开始在本年度实行的 全新版本免费报税软件 今天我们再来看看报税的八大注意事项 在报税过程中 只要注意这些 一定能确保收入金额的正确申报 以及快速地获得多缴纳的税款 好了 废话不多说 咱们开始今天的节目正题 第一项 了解你的截止日期 除非你申请6个月的自动延期 否则大多数人的截止日期都是4月15日 即使你申请了延期 4月15日也是你必须支付2023年剩余欠款的日子 否则你可能会面临逾期支付的罚款以及利息 由于节假日安排 缅因州和麻州的居民可以在4月17日之前申报和缴纳税款 如果你在联邦宣布的灾区生活或做生意 国税局可能已经延长了你报税的截止日期 第二项 拿出去年的纳税申报表 全国税务专业人士协会税务内容和政府关系主管汤姆奥萨本说 2022年的纳税申报表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开始 让你知道在填写今年的纳税申报表时需要准备哪些文件 第三项 评估一下你在2023年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 如果你在去年经历了结婚或离婚 生孩子 失去配偶 卖掉房子或有其他重大投资 开始领取社会保障 搬到一个新的州 或者经历了任何其他重大的生活转变 这可能会改变你的报税情况 如果你的生活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但当你填写报税表时发现退税金额与前一年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建议检查一下填写的数字 因为今年的税法与去年没有太大的不同 因此 如果出现大的偏差 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数据输入错误 第四项 有小生意或兼职 检查你是否从支付应用程序获得了1099k表格 如果你通过第三方支付应用程序 如温某获得了兼职或小型业务的付款 请在网上检查你的账户 看看是否给你发了1099k表格 国税局再次推迟实施 第三方支付提供商对每年总额超过600元的商业交易 提供1099k表格的规定 不过 奥萨本说 一些州已经要求在交易超过这个门槛时发出表格 如果你确实拿到了1099k表格 确保上面的所有交易都是真实的商业交易 奥萨本建议 如果表格中确实包含了一些个人交易 那么在你的报税表中应排除那些个人交易 并附上一个通知 提醒国税局你减去的金额不是营业收入 第五项 是否有资格获得健康保险的保费税收抵免 奥萨本指出 如果你获得了预缴保费税收抵免Advanced Premium Tax Credit 你必须填写8962表格 其中应该包含的信息来自1095位表 第六项 密切关注国会减税法案的进展 议员们仍在就两档税收法案的具体细节进行争论 该法案包含两项条款 可以为一些申请儿童税收抵免的申报人和小企业主节省资金 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 儿童税收抵免可能会扩大 暂时使低收入家庭能够在2023年的纳税申报表上申请更多的税收抵免 法案还可能会增加小企业主购买新设备时可以扣除的金额 目前你可以在购买的那一年扣除80%的费用 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 这个数字将上升到100% 奥萨本说 如果你认为这些规定会影响到你 你可以晚一点提交报税表 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 第七项 如何加快退款速度 国税局通常会在接受你的报税后21天内发出退款 确保尽快收到退款的最佳方法是准确完整的填写申报表 以电子方式存档 并在被问及希望如何收到付款时 选择直接存款Direct Deposit 在提交之前 仔细检查数字 确保你的名字 地址和社会安全号码是正确的 此外还要确保申报当年所有的应税收入 包括受薪工作的收入 股息和利息 租金收入 以及你通过支付应用程序 以及其他方式获得的任何营业收入 一旦你提交了申报表 你可以使用国税局的Where's my refund的工具 来了解退款进度 第八项 免费报税 如果你的收入足够低 今年是79,000元或更少 而且你的报税表足够简单 你可以通过税务软件免费提交电子纳税申报表 先前的节目我们还为大家介绍过 今年国税局还启动了一个名为Direct File的试点项目 让你可以直接完成所有报税工作 当然遗憾的是 今年该项目只在12个州实施 亚利桑那州、加州、佛州、马州、内华达州、新罕布什尔州、纽约州、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德州、华盛顿州和怀俄明州 一开始 它也将只适用于这些州的联邦和州政府雇员 一两个月后 它可能会对一些私营部门的员工开放 好了 以上就是今年报税的八项注意 大家开始启动报税程序了吗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